不過說到台積電 大家也非常關注 就是在禮拜四 後天要召開的這個法說會 在法說會之前 現在外資是忙著提款 在最近是一直賣超的 所以台積電 在今天也是灌破了月線 我們要請教趙立哥 那麼在先前 反而是已經跌得比較深的 一些IP股 在今天反而在台股 重挫的時候 還是相對比較抗跌的 對 沒錯 我想今天台股 當然跌了五百多年 其實大家真的嚇了一大跳 大家覺得說奇怪 之前台股這麼的強 你看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道瓊的部分 其實在前幾天 他就跌破了季線 那納斯拉肺斑等等這些 之前也相對強 其實在前幾天跌破了月線 當然現在三大指數 在今天的縮盤 其實他都是跌破季線 不是月線 是季線 所以你說台股 大約季線是生命線 結果台股現在 跌破了季線 所以當我講了這些之後 你會發現 台股在今天還沒開盤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月線之上 台股今天中錯了五百多點 說真的 他也才灌破所謂的月線 所以我們看台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先看歷年的戰爭好了 對S&P500的一個影響 其實你可以看到 當然第一週 在一週的時間當中 有漲有跌 一個月其實也有漲有跌 三個月也有漲有跌 所以你說 你到底要怎麼去分析 我跟大家報告 好像也沒有一個標準 對 他沒有標準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會影響到指數 就是說戰爭會影響到指數 之後到底利空跌完 就是稍微的中期位上 修正完之後再漲 還是說他真的會下跌 我跟大家報告 兩個因素 第一個指數的位階 假如他的指數的位階是高的 你的風險相對上來講 就會真的大 第二個來講就是戰事 跟大家原本預期的 是越來越嚴重 還是越來越輕微 這個會影響到 好 我們舉例前兩次好了 俄烏開戰的時候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一開始俄烏開戰的時候 大家覺得就差不多一個位 三個位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很快對不對 沒想到打到現在還沒結束 結果你看一下 你說那時候開戰 2月24號 2022 2月24號 當時的指數還沒開戰前 18000點 打的時候 其實說在你看這邊 其實也一開始也跌一下之後 就稍微的反彈 你覺得好像沒什麼跌 可是之後 怎麼越打越嚴重 你知道打到之後 從18000 1月份的高點 2月份開打 1月份跌了6000點 跌到12000多點 你說這個回檔修正30幾% 這個就是因為戰事拖延 然後比大家預期的 真的是嚴重多了 導致整個消費的需求 大幅的減少 所以形成的這一段 其實類似有一點空投的格局 這個就嚴重了 我們再看尾巴戰爭的時候 其實尾巴戰爭 其實一開始大家就覺得 不會很嚴重 對全球的景氣來講 因為兩個不是那麼大的國家 再怎麼打 不太可能會產生 去年10月開戰之後 當時是16520 沒錯 台股其實你看一下 就稍微的回檔修正 其實之前已經先回檔修正了 指數的部分 你在相對低的時候 說真的開戰 然後開戰完之後 也沒產生太大的影響 所以就造就了這一波的指數的大漲 指數反而一路往上 對 一路往上 其實好 那你說這一次 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一下美股你就知道 都跌破季線了 你覺得 我跟大家報告 一開始跌破季線 就是因為位階真的太高了 你像道琼 你像拉斯坦克 這個都幾乎在開戰前 都是歷史新高的水準 你遇到這樣的狀況 當然你會 聰明的人當然先賣出 獲利先了結部分的資金 這一定的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台股的部分 就是說假如以我的研判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指數 短期間而言 應該 當然不是說 明天會繼續跌還是 而是說他基本上來講 他會往下來進行修正的機會 可能會是一個 中期的回檔修正 我覺得基本上 他會類似一個 中期的回檔修正 應該比較類似這樣的情形 當然假如戰士 真的是越演越烈 那就有可能會類似這個地方 我覺得你要看 中期回檔 等一下我們再講 所以現在假如他指數是 你要記住一個重點 假如指數是中期的回檔修正 我跟大家報告 主流股會轉變的 你現在看到的主流股 基本上來講 都不是未來的主流股 因為這一段的時間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去年7月份的時候 當指數在高點的時候 其實回檔修正的時候 其實去年上半年的時候 漲誰 漲AI的股票 你像廣達 你像偽創等等 已經漲翻了 結果從7月份附近 見到高點之後 你看一下到去年10月份 這些股票跌得多深 所以假如是一個中期回檔修正 我跟大家報告 主流股它會轉換的 假如說只是類似這樣 比如說稍微的回檔修正一下 5% 7% 8%指數 我覺得主流股 基本上來講還不太會轉換 指數的部分你看一下 其實當然這個地方外資 所以為什麼另外一個 你看籌碼面的 外資其實近期站在賣方 那誰在買 之前剩投信 買到現在投信也沒什麼力道了 939也買完了 940也買的 其實這些大概都買 所以你看投信也縮手了 那誰在買 融資 最近的融資 散戶繼續買 所以都是內資你知道嗎 然後融券的人在回補 你知道所以其實這一段 你可以明顯的發現到 外資根本站在賣方 投信這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沒在買了 換一般的投資人 或者主力業那時候 所以你說今天跌500多點 散戶大軍趕快衝 對 就衝進去 因為害怕錯過行情 就繼續衝 結果就產生了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記的成交量好了 1億以下的 你看散戶來講 是創下歷史新高的水準 達到487萬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說 其實這個地方本來 就是它的籌碼稍微會紛亂 所以選股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 就真的滿重要的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所以如果像今天 跌那麼深的話 隔兩天如果說有出現 反彈的情況 是不是有部分 在先前的主流股 如果它會出現變化 是不是要開始逢高海間 對 沒錯 剛剛提到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假如 除非你認為這個大盤 跌一個 比如說接近1000點 開始慢慢的 未來一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之後 會再創歷史新高指數 那當然原主流 有可能還是原主流 這個是有機會的 可是假如說它不是 它是一個中期的回檔修正 比如說一季的時間 那原主流的股票 基本上它獲利回土的賣壓 說真的會很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些股票位階 相對上來講比較高的 已經慢慢有一點 頭部的形態的 或者是說它的正規例太大的 我覺得你要注意賣出 你比如說像三五四八的招理 你有沒有發現 股票這個真的 長得非常軸承 這不是在講我 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們就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大量區這個是這一陣子以來 最大量 大量區的低點 在昨天大概跌破了 那你看一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景線的位置 在今天大概也失守了 季線的部分來講也失守了 那你這種股票 你看頭部的形態 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大 這種股票不能往下 假如真的往下的話 整個籌碼的壓力 相對上來講就會出來 那另外一個 你比如說像1519的華盛的部分 因為重電的股票 其實說的 漲非常非常多 其實華盛漲到快1000塊 大家都覺得 怎麼會這麼厲害 比台積的股價 真的高出很多好來 你看一下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封重電這一塊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第一個 它的本益比大概50倍附近 高不高 其實真的很高 第二個 它跟季線的正乖力 真的非常大 你知道嗎 這種股票市值也不小 既然以今天的收盤來講 它跟季線的正乖力 可以高到51% 所以它的季線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45度角在往上 所以大家也知道 假如這個就有地心引力的關係 真的跟季線 或者是半年線 這些正乖力真的太大 就代表這一季 季線就這一季 它的漲幅真的是很大 當你獲利回土賣要出來的時候 籌碼相對上來講容易凌亂 但因為怎麼賣都賺 所以大家就不計價 有可能不計價就賣 所以像這些已經漲很多的族群的話 就是逢反彈的話 也是建議要先減 我覺得先減你獲利了結 相對上來講會是比較好 如果在先前已經是有超跌的 對 我們先不要說一定是超跌 可是你看盤面上來講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今天把資金 部分的資金轉彈到什麼 跌深的股票 就是你這一波真的跌很深 人家創歷史新高 你股價在破底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對不對 然後你看一下IP的股票 當然它有它的利空存在 我們先不管這些基本面的部分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股王 跌到不是股王 四星KY 四星KY 我們看一下技術品 第一個 它從高點回檔修正了38% 跌很深 跌很深 跌非常深 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它不是只有破月線 不是只有破季線 它已經打到年線了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年線還是上揚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空方也會尊重一下 因為你從破月線 破季線 破半年線到快到年線了 所以多方你看一下 今天就稍微用一點力道 它是不是就出現了 粗量拉紅黑幫 我跟大家報告 理論上弱勢的股票 在大盤跌了500多點 肯定也是很弱 不太可能會翻紅 基本上不太可能對不對 結果它可以逆勢翻紅 就代表什麼 多方來講 短線的多方 應該是有進駐進來 所以像這種股票可以留意 另外的 你比如說像創意 創意也是相同的狀況 股價真的你看一下 也是跌得非常非常深 這個就是跟季線的乖離 真的非常的大 你看跟季線的 副乖離的部分 高達19.5% 所以代表什麼 這一季它真的跌很多很多 它相同的擴量轉強 今天也是一樣 擴量到今天IP的股票 其實說這相對整個族群是強勢 所以我覺得這種短線上來講 是有轉強的一個跡象 對 對